套用在 BMI 有点复杂 我干脆另外独立出另外一个 sample 你们先 run 一 run 然后再拿来改一改看 首先的话第一个 我们刚刚有一个 add add 这个 add 的话是 不过 add 这个地方 刚刚必须要什么 传两个参数 add 什么呢 一个问号 a 等于多少 and b 等于多少 ok 那 enter 它会跳出结果 可是问题来了 这样实在很不方便 每次都还要 而且我还要记得那个规则 我才有办法把那个 最后要加总的结果给做出来 所以理论上我需要在这边做一个桥梁 这个桥梁就是一个表单 那个表单怎么做 关键的地方来了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我把表单变出来了 不过表单的 url 跟那个刚刚 add 的 url 要分开来 一个是 ui 的部分 一个是我们最后做运算的部分 所以 a 等于 5 b 等于 6 也许我可以送出计算 他会帮我怎么样 把这个结果丢给 add add 的话会把结果给显示出来 OK 各位们发现 那个表单的话基本上就是传过来 其实他就是把你刚刚输入的东西丢到 url 上面 并且执行之后的结果 OK 那这个当然如果你会的话 以后很多地方都可以这样一用 那怎么做 OK 首先第一个 我们需要第一步的话呢 你要先建一个表单的样板 OK 其实就是 html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 就一定要长这样 我想你们如果有学过像 jsp 的话 应该都有建过表单吧 OK 那表单里面最重要的结构就是这个 font font 开始 font 几 font 的 action font 里面的第一个属性的话呢 就是你要把这一个输入的结果丢给谁啊 那我们需要丢给谁 丢给 add 嘛 所以我们刚刚有个 add 所以 add 一定要有的 预设已经有了 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 menser 它的方法是要用 get get 就是传递什么 url 参数 OK 意思就是将来会丢到上面可以看 如果你用 post 的话是看不到的 那再来的话 a 冒号就 input type 等于 test 就是我们后面会有一个文字的栏位 让它输入 里面后面 name 很重要 因为这个 name 就是我们将来 在那个 url 看到的 a 等于 OK 啊 br 就换行 再一个 b 也是一个 test 最后一个 submit 这个 value 你没有没有关系 这个其实用预设 submit 就 ok 了 所以第一个我们会需要什么 需要有一个这个表单的一个 html 所以这个部分我有把它放在云端上 如果你需要的话 记得我这边已经做好了 在哪里 在这边 add form 按右键我把 open with test 这个地方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我需要做什么 再来的话第二步 所以第一步的话 那我这边有写增加表单的步骤 一 template OK 这边也有 二的话就是这个 views 那 views 的话特别重要 其实 views 就是要做什么事情 那在 views 里面的话很简单 你就增加一个 add form 后面加一个 request 一个 function 其实只要做一件事 就 random 什么 就 return 一个 render 把 request 丢过来 把那个 html 就我们加那个 html Logos 不用 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 views 里面 所以我在 views 里面会增加一个叫 add form 然后就把这一串有没有 就 request 带过来 然后这个网页跟他讲在哪里 他的动作其实就帮我倒到那边去 把它打开来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 ui 楼 一样要增加一个什么 增加一个 add form 在这边 所以将来我只要怎么 打开我的浏览 这个浏览器 然后呢 127.0 后面加一个 add form enter 他就帮我把那个样板打开来 OK 再来就填资料 填资料其实就主要是什么 丢给那个 action action 的话记得 action 是 add 所以他会帮我把 丢到 add 两个参数 有没有 add 两个参数就放了 结果就出来了 OK 那请各位练习看看吧 然后呢 这个 ok 之后的话 也许可以改改看 请各位就是再把这个表单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 bmi 所以可能待会有个 bmi form 然后我可以用 bmi form 然后填身体重 填身高 填完之后 然后一样呢 会秀出刚刚的结果 那这样相对就完整了 有没有 有一个 form 然后呢 有一个 这个结果 OK 因为这个结果 也并不错 也就会 担心